那么代价软件一代价 对于上线的一代喝服务 又是怎么规范看待的呢 面对记者的质疑 一代价软件客户人员表示 如果因喝酒发生意外 一切后果由用户自己解决 和平台无任何关系 对此律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根据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 公民诚实民事法律行为 不得违背法律 以及行政法律的辞职规定 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中间的这个平台 对于是否有违反 法律行政法律的行为 或者说是 是否有违反公序良宿的行为 应当于监管 如果他们没有进的监管义务 导致代贺的 相应的受雇人出现的 一些发生的一些意外的情况的话 那么这个平台也是可能要承担责任的 除此之外 需要明确的问题是 双方签订的代贺协议是否有效 雇佣一方是否有义务调查 对方是否具有酒量 以及是否存在不能喝酒 或因喝酒可能导致的疾病 同时对于代贺酒这项服务 律师也特别提醒市民 要谨慎注意 受雇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应当对自己的能力和行为 做出理性的判断 如果这个受雇方 明知自己不能喝酒 却仍然要喝酒的话 那么他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承担 应当是认为是一种 治干风险的行为 那么作为雇佣方 只要不存在侵权的这种行为的话 他是不应当要承担相 对方的行为